因为自己得了癌症晚期 他决定带着智障儿子一起自杀 趁儿子熟睡 他在卧室里点燃木炭 想以一氧化碳中毒的方式 结束自己和儿子的生命 他刚点燃木炭 就听到儿子喊他 儿子仁葵睡眼朦胧地对他说 明天的早餐想吃荷包蛋 不仅是明天 后天早上也想吃荷包蛋 说完后又再次倒下睡去 他待了一会儿 然后开始哭起来 儿子有追求明天的权利 他又有什么资格剥夺儿子的生命了 他和30岁的儿子生活在一起 儿子虽然已经成年 但患有先天的智力缺陷 智力水平只和10岁的孩子一样 儿子会把洗发水当成牙膏 也不敢自己刮胡子 30年来 他每天像照顾婴儿那样 照顾着儿子的生活起居 他在马路边开了一个小卖部 本来生活过得也还算可以 但这天他发现自己的手不停地发动 而且每天起床时 头会非常痛 他去医院检查 检查结果出来后 他才知道自己得了脑癌 而且是晚期 如果不做手术 半年内就会死去 即使做了手术 寿命最多也只延长半年 突如其来的噩耗 让他在家里的地板上做了很久 直到儿子不小心弄坏了微波炉 他才恍然想起 如果自己死了 那么谁来照顾儿子吗 他还有一个女儿 但是女儿正在和他闹矛盾 女儿很多年前就嫁了出去 女儿和女婿开了一家服装店 但是最近服装店的生意不好 夫妻两连门面的房租都付不起 前几天晚上 女儿来问他要钱 因为女儿知道他有一个存折 里面有一笔数目不小的钱 他不愿意把存折给女儿 那笔钱他是打算留给任奎的 因为这件事 他和女儿大吵了一家 想到自己死后 女儿作为姐姐 是任奎唯一的亲人 他决定把钱交给女儿 让女儿帮忙照顾任奎 但赶到女儿的服装店时 他看到女儿在和女婿吵架 女婿看起来一表人才 没想到私底下会打老婆 看到姐姐被欺负 任奎冲进店里掐住了姐夫的脖子 把姐夫甩在地上后 还拿起了地上的塑料棍 姐姐并没有感谢任奎为他出头 反而打了任奎一把掌 姐姐其实一直对任奎不满 因为母亲一直偏心弟弟 看到儿子被打 他冲进来打了女儿一个耳光 他明白女儿以后不可能照顾弟弟 因为女儿自己家有一堆破事而自顾不暇 既然世界上唯一的亲人靠不住 他只能把儿子送到收容院 但是当他看到那些像犯人一样 被关着的残疾人后 他放弃了 与其让儿子在收容院受苦 还不如带着儿子一起死 放弃自杀后 他决定教儿子独立生活 在第二天早上 他让儿子自己起床做早饭 妈妈将来要去很远的地方旅游 所以你要学会自己做饭吃 你不是很早之前就说要自己一个人生活吗 等我出去旅游时 如果你做饭粗心大意 我会立刻回来教语你 就这样他开始教任奎做早饭 是他最爱吃的荷包蛋 但在给鸡蛋敲壳时 任奎直接把鸡蛋连可带蛋敲碎在锅里 他耐心地教 第二颗时任奎就敲出了一个完整的蛋 他带儿子去坐公交车 告诉任奎每一站对应的地点 为了教会任奎用家电 他在各种家电上贴上提示标语 这天邻居大叔带来一个好消息 社区里的公益蛋糕店有一个残障员工宁额 大叔帮任奎争取到了 他带着任奎去蛋糕店 从学徒开始做起 第一次做三明治时 任奎还是会像小孩子那样 把本应该夹在三明治中间的培根吃掉了 时间慢慢过去 任奎学会了很多事情 他开始自己刮胡子 不仅知道了做早餐 复杂的午餐也能独自做好 晚上他告诉任奎 他明天一整天要去朋友家玩 所以任奎要自己安排好自己的一天 第二天一大早他去了女儿的服装店 告诉了女儿他得了癌症的事情 并且把存折交给了女儿 存折里的钱你拿走一半用来集用 另外一半你一定要留着 将来如果我有个三长两短 那一半的钱就用来照顾弟弟 我知道你觉得我偏心 因为在怀你弟弟的时候 你爸爸得了重点 我一边工作 一边照顾你和你爸爸 那时候我一整天都很忙 经常忘记吃饭和吃药 可能就是因为这样 你弟弟生下来后才会有智力缺陷 对于你弟弟 我一直心怀着愧疚 我对不起他 从女儿的服装店出来后 他打电话到家里 却没有人接听 他本以为任奎还在赖床 但回到家一看 任奎不在家 但房间已经被任奎整理得干干净净 他来到蛋糕店 看到任奎正在上班 而且和同事相处得很好 儿子离开他也能生活了 他虽然很开心 但也有一点点失落 他看着旁边的椅子 以前儿子一直坐在这儿 陪着他一整天 就在他独自感伤时 他的头又突然痛了起来 他去医院检查 医生告诉他 如果再不及时做手术 他可能撑不到半年时间 他有些犹豫 因为就算做了手术 他也只能多活半年 与其花这么多钱治病 不如把钱省下来留给任奎 下午他被叫到了警察局 因为任奎在蛋糕店打了顾客 他本以为是顾客先动的手 警察告诉他 确实是任奎先打了顾客 回到家 他问任奎为什么要打人 原来在工作时 顾客看到任奎呆呆的样子 偷偷笑他像一个傻瓜 然后放肆地笑着 虽然顾客说得很小声 但任奎还是听到了 他安慰任奎 但任奎却说出了一件 让他震惊的往事 别人会说我是傻瓜 是因为他们都讨厌我 不仅别人讨厌我 妈妈你也讨厌我 因为妈妈你以前也骂我是傻瓜 他这时才想起来 在丈夫去世后 他抱着丈夫的一项大声地哭着 五岁的人奎端着牛奶响来安慰他 却因为他的哭声 吓得把杯子打碎了 绝望之中 他第一次对任奎说了重话 骂他是像傻瓜一样的孩子 原来他那时说的气话 给任奎留下了心理阴影 让任奎觉得 只要别人说他是傻子 就一定是讨厌他 为了解开儿子的心结 他对任奎说 妈妈从来没有讨厌你 别人也不会因为你是傻子 就讨厌你 你只是反应慢一点而已 今后你要记住 只要你对别人温柔 别人就会喜欢你 任奎像小孩子一样好哄 确定妈妈不讨厌他之后 他答应了 之后的日子里 他会陪着任奎一起去蛋糕店帮忙 会带着任奎去菜市场 认识街坊邻居 会一起给女儿过生日 这天任奎送给他一个礼物 是任奎亲手做的奶油泡芙 因为任奎记得 他最喜欢吃的甜食 就是奶油泡芙 晚上他趁任奎睡着 拿出泡芙尝了一口 味觉上能感受到浓浓的甜味 而他心里感受到的 有更多其他的东西 时间缓缓过去 他最终还是重病住院了 但他已经错过了 做手术的最佳时机 期间女儿有一直在陪着他 街坊邻居都得知了消息 也都来医院看他 然而家里的任奎却受伤了 但任奎是故意烫伤自己的 在任奎心里 每当自己受伤 妈妈总会在第一时间赶到身边 他终于明白 任奎能独自生活 能和别人相处 但唯独还没学会的事情 是接受他的死亡 随后他没有听女儿的劝阻 办理了出院手续 为了让任奎真切地感受死亡 他故意买了三只冰烟烟的小鸡 他把小鸡带回家 让任奎照顾他们 到了第二天 三只小鸡就死了两只 然而任奎还是没明白 他只觉得这两只小鸡是去了天堂碗 完夺之后就会回来 他带任奎去参加葬礼 在葬礼上他告诉任奎 人死了之后 大家会像这样聚在一起吃饭 而且死去的人也不会去天堂 也不会再回到我们身边 会永远地消失不见 那些人之所以会哭 就是因为他们再也见不到死去的人了 绮 被脑子 一旦 每一天 一天 一天 明天 急 老实 一天 没法 习在这些人 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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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老实 任奎接受不了他的死亡 捂着耳朵跑了出去 等他追到外面 大街上已经看不到任奎的身影 他脱掉外套 露出了里面鲜艳的毛衣 从小到大只要和任奎走失 他在找人时都会穿上鲜艳的衣服 因为这样任奎就能一眼 在人群中看到他 果然任奎发现了他 任奎喊着妈妈 他回头看见了儿子 然后跑过来紧紧抱着他 在他的怀里 任奎一边哭一边重复地说 妈妈你不要死 妈妈你不要离开我 在回家时 他让任奎自己先做晚饭 说他想在外面散步 实际上他来到了教堂 以前他一直讨厌教堂 一直不相信所谓的上帝 但此刻他又如此地希望 上帝能听到他的祷告 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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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时间不会因为任何人而停止 当初活下来的那只小鸡长大了 而她也病得越来越严重 已经出现了厌食的症状 她和任奎一起来到海边 在她年轻时 她经常带着儿女来这里散步 那时候丈夫也健在 那是她最幸福的一段时光 在和你生活的三十年里 我每天都很快乐 所以在我死后 你也要每天快乐地生活 我会在天堂看着你看着你好好活下去 而且我现在要和你做一个约点 和任奎约定好后 她让任奎背着她散步 在任奎的背上 她觉得很困 很想睡一觉 在恍惚间 她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 她背着任奎带着女儿在这里散步 她看到年轻时的自己在对她笑 她也对年轻的自己笑了 渐渐地她没有了呼吸 任奎背着妈妈走了很远 期间她喊妈妈喊了很多次 但妈妈一直没有答应她 终于她意识到妈妈已经死了 在母亲的葬礼上 看着母亲面带微笑的一响 任奎对着她笑着 接放邻居来安慰她 她也一直面带着笑容 邻居说任奎今天很奇怪 她妈妈去世了 她却一直在笑 在送母亲火化时 姐姐在一边哭得撕心裂肺 任奎还是面带着笑容 因为妈妈曾和她约定过 如果你也哭了 那姐姐该会有多伤心啊 所以你一定要面带微笑 笑着和我挥手道别 直到母亲火化结束 任奎朝母亲的一向挥手 她脸上还是带着笑容 只是她自己可能都没注意到 她的脸上已经布满了泪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